SM旗下韩国男团NCD成员泰荣 再选和婷佑 与歌手金中国见面 金中国变身成为他们的一路教练 NCD成员泰荣坦言 自己腰部状况不好 严重时会下半身麻痹 引发了韩国网友的关注 金中国就问道 你们自愿想来的吗 还是被选出来派来的呢 泰荣回答道 我是自己想来的 我的腰部状况非常不好 严重时会下半身麻痹 所以自愿报名来的 泰荣是NCD127的主物 经常需要展示很多充满力量的舞蹈 即使在跳舞时 他的面部表情 手势和眼神 处理能力都非常出色 所以他经常站在C位 在大多数舞蹈动作中 都需要腰部用力 泰荣透露出 他腰部的这个状况 令韩国网友们非常震惊 对此 网友和粉丝们也纷纷留言 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SM重视一下 以为身体健康吧 高强度的舞蹈动作 离泰荣从来都是毫不犹豫的 看团中的时候 发现泰荣的枕头 都是垫高着睡的 但没有人说 他脊椎还是要不好来着 如果不是演唱会花絮播出 没有人知道 李泰荣是在演唱会前 带着护腰 硬扛彩排 演唱会之后 被经纪人扶着下班的 他就是即使在腾 也要认真完成每一个动作 没有滑水 不说难受的人等等 随后金中国在影片中也说到 我也是从20岁开始 就加入了舞蹈组合 所以会疼痛 也会克服困难 好转后又受伤 这种经验很多 表达了共鸣 爱豆韩社 美儿姐说就像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